我就问问他们说日韩日韩啊 到底是日本学韩国还是韩国学日本 那当然是韩国学日本 当然是韩国学日本 那时候我记得三十年前我还在深圳的时候 所有看的杂志 不管是服装 发型 音乐 都是日本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三十年前 正好今年的一八年的二月二十六号 我就去日本三十年 我到了八九年 八八年是韩国有那个奥运会嘛 对吧 八八的烟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韩国还没有服装表演 没有秀的 没有两季的表演 只有东京有TOKYO Collection 那亚洲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从从时装也好 音乐也好 包括艺人 特别日本那些培养女孩子 是专门女孩子的 比方说像现在AKP 如果像培养他们这些小鲜肉的 那就只有是杰尼斯事务所 杰尼斯事务所 我儿子就被杰尼斯选上了 但是他妈妈 就我前妻日本的老婆说 他好几个老婆 就怕他被那个老板搞性侵犯 就等于你儿子现在在日本 也是做这个议员 小鲜肉 咱们可以看看他儿子是不是鲜不鲜 这个是已经21岁了 这是他儿子 再看有特写吗 帅 一米83 好高 比你高两厘米是吧 三厘米 他们杰尼斯选上以后 就当年考虑到他的形象 再长大不会怎么好漂亮 就正好呢 NHK就选童星 他是不是看了爸爸 看了他爸爸的 看了 没有很多选明星啊 一般不是华语 一定看爸爸妈妈的 一般选明星啊 先要采访你家人的嘛 对 对吧 NHK 因为我都出现 看到他将来 因为我都出现 NHK把他选上了 然后做了两年的童星 徐老师你是研究语文的 我问问你啊 这个词啊 现在的含义变得复杂了 刚开始大家都说 小鲜肉小鲜肉 但是到后来 你比如说有的 你像冯小刚导演就说了 说这是这个 一些女人叫人家 小男生一个不好的 调戏 称呼调戏的意思 说这个小鲜肉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这个小鲜肉的语意啊 慢慢也在变化 比如说现在我都不明白 比如说有人要说 你是小鲜肉 你还爱听吗 我OK啊 我都可以啊 但确实我觉得 小鲜肉这个词啊 也是一个网络的 一个用词嘛 但是它也是在一个 年龄上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衡量年龄的 一个东西 那你觉得你现在 还鲜吗 表面上我觉得还好 保鲜 现在保鲜 徐老师 你觉得这个称呼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女性 女性崛起的一个 交往过正 女性 就是 就是小鲜肉啊 有些人误解了 就是只讲年轻的演员 或者比较性感的 不是 它基本上 在中国的语境里边 是特指男演员 你要叫一个女的 叫小鲜肉呢 没有吧 就带侮辱性 就带侮辱性了 心骚扰了 但是男的呢 不怕骚扰 男的不怕骚扰 男的呢 女的呢 而且呢 故意用这些极端的词 来显示 因为女的 现在好像很多人讲 你看节目里也讲过 女色的要求 夸张得很厉害 对不对 讲看看男的的 对于男的的相貌 好像很讲究 女的追男的很夸张 其实这些呢 是长期以来 因为男性中心主义 男的追女的 成为一个社会定势 美少女 那是一个社会定势 现在呢 是一个反驳 反驳的时候 凡事矫枉过正 所以用了一个 小鲜肉这个字 仔细这个字 严格讲来 当然是不尊重 当然是带于 带于你想 把人家称之肉 这个本身就不大 但是男的接受 无所谓 你要这么叫我 我觉得就怕我 对对 自说我年轻嘛 自说我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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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互乱辣肉 这辣肉啊 这越嚼越有味儿 你得这么叫 这就是你对自己 未来的考虑 辣肉也可以有 非常复杂的含义 所以咱们还是 就叫学名啊 叫偶像 我才 我跟这个 这个韩庚小木 这么一学习啊 我才能明白 学老师你知道 偶像 比如说在日本 或者在韩国啊 他这个意思 跟我们有点微妙的区别 这个非常 他是一个职业 比方说啊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比如在日本啊 好像分几类 演员 歌手 偶像 这是三个不同的职业 据说好像演员 还比较牛 还在排在盘上 就是说 日本还有个体育明星 还有个体育明星 你知道就说 你是偶像的 这是一个 咱们觉得偶像 像个神一样 是个多伟大的称呼 他不是 他是一个职业 就是 是吗 哎 你比如说你说 韩国这个练习生 他的这个培养目标 是不是就是偶像制造工业 对 是偶像 他是比较全面 比如说韩国呢 现在培训 就是非常全面的歌手 呃 主持 演戏 语言 还有偶像 你看 就是说这个偶像 他可以不唱歌 不主持 不演戏 他就成为偶像 那现在不行 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我理解是 就是通常我们讲一个演员 你可以走实力派 你可以走偶像派 偶像对面就是粉丝 他是文化工业的粉丝现象 才需要偶像 对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我们都喜欢演员 我们喜欢啊 这个这个 那个著名的演员 以前我 小时候我崇拜 赵丹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是粉丝 粉丝 我觉得粉丝是 不大看内容 反正这张脸 我就无原则的跟着他 你像他呢 他就跟导演讲 我就是 你把我打碎了都行 我听你跟那个李玉导演讲 你把我打碎了都行 我就是想做一个演员 可是你架不住呢 尤其是 你从韩国回来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你 你不能不承认 你就是偶像 对 偶像团体 对啊 现在有句流行的话嘛 就是说已经有颜值了 还想做演员 如果你演戏唱歌 你做的出色 或者你天生条件好 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原理 你那个 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人 他不学别的 他就专门做偶像 所以我说 为什么他起源于 日韩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我才知道 就是说偶像是 等于是一元里边的一种 一种 你可以做演员吗 你选择 他选择做演员 你可以做歌手 但你可以做偶像 偶像也不是说不会啊 唱歌跳舞表演 你可能都会 但是我听说 你比如在韩国 他比如说有些演员 他可能是大学表演系 学出来的 他去演戏 但是呢 你要是这个偶像呢 好像大多都还是这种经纪公司 对 选来的 那你说这个 你怎么理解 就韩国人说这个偶像 就是有一大帮粉丝粉你的 嗯 这算偶像 就是长得好 长得又好看 呃 会跳 粉粉嫩嫩的 完了有一帮的粉丝 这就是偶像 不就是你当年吗 就是我当年就这样 哎呦 你知道我那天在在YouTube上 我看了一段咱们这个韩少 他现在啊 就完全是是是男男人范儿了哈 他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真是个花样美男 就那个头发染的 花样男 后来我问他 他说头发是粘的 对 接上去 粘成那样的 哎呦 然后呢 真是长相啊 那就叫秀美 他主要脸小 秀美 而且呢 你看他现在说话 就是挺自信的 这个范儿说 我看你在那个时候 在韩国电视上说话 甚至你能感觉到一种害羞 哎 我我虽然是男的 我都我都激动 我不是 我 我 你不小心 你不小心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没想到 你还有这方面的情谊 哎 就是说 过去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 在古希腊的时候 就讲啊 叫美少年 像苏格拉底啊 这些哲学家啊 他经常跟着他游学的 一个一个学生 往往是一个老人 和一个这个美少年 就人类对美少年的 这个欣赏 是自古就有了 而且美少年在水里 看自己的影子 最后自杀下去 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 自恋 就是男性的 你觉得啊 韩庚我问你 水仙子 我问你一个 一个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 要一个男孩子 他那么美的时候 美少年的时候啊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 比如说找女朋友的欲望 就不太强了 他要是有很多粉丝的话 也会有啊 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 生理需要嘛 实际都是一样 他们最近日本的中年妇女 最一个滑冰运动员 对 对不对 最一个男生 很漂亮的一个男生 女生 叫女生 跟他长得很像 年小小的 女生结弦 身体像个女人一样的 对 但是世界滑冰冠军 花样滑冰 就是体育 体育偶像 体育偶像 而且他长得真漂亮 长得真漂亮 就是说哇那一大比赛 每次他滑冰完了以后 丢下来的那些 花了 跟那些娃娃了 什么灾难啊 他们说工作人员 清洗都没法清洗 整个厅都是 那你是因为不愿意 过这样的人生 因为我本来 我最早 我去韩国之前 我就是对这些 艺人 歌手啊 韩流 是不感兴趣 特别不感兴趣 完了也不唱歌 但是真是有一个凑了巧了 就是他们过来来去选人 就把我选了 选了之后 那我说 去那边也不用花钱 每天 每个月呢 给你零花钱 这样我还能说 赚点钱给父母 这样 我就想那一定 那就把它做好 就这样 就变成了 变成了艺人 其实我对这个东西 不是那么很感兴趣 但是你看 他却吃了很多那个苦 这上次不是 当然也尝到很多甜 他上次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韩国 做练习生的时候 你都从来没让你妈妈 去过韩国 没让我妈妈去 因为我不想让我妈妈看到 说那时候的一个生活状态 还有每天的工作状态 是09年从韩国回来以后 完回国发展 完了 过了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假期 我就带着我妈妈 去韩国 去玩了一趟 完就给她介绍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这是我以前的公司 我每天就这样来回走 来回走 就是两点一线 其他地方没有去过 那他呢 他就是其实挺 又跟我说 说你以前从来不说 这些事情 那你现在才告诉我 他看完这心挺酸的 这东西算不算 有点压抑青少年人性 就是但是你从 另一方面来讲 他又是训练出 这么一帮孩子 就是你比如说 咱们这有去那采访的 好家伙你一去看 比如说可能就是个 三十平米的这么一个 四面都是镜子的 那么个舞蹈教室 然后呢 就再往里头看呢 洗手间厨房 就都在一起 就等于说 几乎你就是封闭在 这么一个空间里 但他们确实在训练的时候 不能拿手机 手机全部没收 对 但是它是一个 有点军事化管理的一个 那他都练什么呢 舞蹈 声乐 语言 还有表演 每天八小时就都是在干净 似乎就是这样 有假期吗 假期就有星期天 多大年纪的这些学生 一般也有小孩的 也有小孩大概是在十几岁 那他们就没有正常的学校教育了 数理化这些东西怎么办 是这样 就是说有很多的孩子先去上学 在上学的空的期间 比如说假期 到韩国来去训练 集训班 对 但如果要是学业完成之后 他有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练习生 你就可以长期在一个月两个月 就是在这里训练 或者是两三年 这样 还教做人吗 说话 尊重 礼仪 都要 比如说什么礼仪啊 不是你见到必须得要去打招呼 你好 工作全部结束了 大家辛苦了 再见 好像还有见到这个前辈 对 见前辈 也要去尊重的一个礼仪 在日本啊 在日本培养一个艺能源 或者是造一个星 其实都不是 首先是公司去招他 或者去考试来的 都是自己从小 就开始自己家里掏着钱 觉得咱家小孩可以发展 眼睛长得大 或者脸白 或者形象好 可以有培养自己掏钱去报名 全日本叫国民性的 像你叫那个安市奈美会 他的妈妈把他捧出去的 他自己小孩他完全不懂 就像我儿子 我儿子才十岁 他妈妈就跟他这去报名 那报名 他自己也不愿意 这个有只儿子考上了 就是这样 都是自己先掏钱 然后再被人家选上这样的 你看那个 像我们公司很多的一些小孩出来以后都特别有礼貌 完了也特别听话 完了很多我一些朋友呢 就说哎呀 我的孩子也想放着好好的训练训练 把他那个爷爷听听话 所以你看这事的就是你可以由从很多角度看 你比如我就有一次就是听崔剑 我记得就是说 说这个日韩的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消费亚洲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身体 说这个孩子 你比如像你们这做练习生的 最初吧 没有你个人的风格可言 就是这经济 我设计你唱这种歌 你就唱这种歌 你不能说我创作了一个什么 但是你像这在崔剑他们看起来 这怎么能够压抑孩子自己的创作个性呢 他怎么 对啊 他怎么不能自己创作自己的风格呢 但是呢 这是最有效的 你听他的话 确实最大概率的 你能成为这个偶像 就这样 你就说前面呢 真的是他给你塑造这个人物是可以成功的 在你成功之后呢 你有一个个人的自己的一个个性 你想去做什么音乐什么 再从另外一个公司再去培养 你假如说100个学生成功的比例会有多少呢 你看像我在韩国训练培训的时候 一共有16个人 但16个人还17个 全部出道 出道的意思就是都成为艺人了 那就意思就是自己能挣钱了 对 就是已经那个成名了 成名了 是不是自己就赚很多钱了 在韩国呢 是比较难的 因为是韩国是公司为主 你比较分的是 公司分的比较多 艺人很少 但中国恰恰想法 中国艺人是赚的很多 公司很少 所以你就回国了 你没有 其实确实就像你说 我瞎说了 就像你说了 公司来把控你所有的形象 你想做什么 他不会让你去做 他会把公司的一些利益 组合的利益来放在前面 但是我更多我还是想 我想做演员 我不大想去再去 你说我在30岁 我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吗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没错 就选择对的 对 然后我就跟公司的高层也聊过 但是没有用 所以我没办法 那我就回国发展 我去做演员 我去做其他的东西 你不需要粉丝的吗 需要粉丝 但需要粉丝 但肯定说 不能说 让粉丝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来绑架你的人生 比较有意思的观点 学术界也一直讨论的 就是说 你要让我们看美国的电影 即使有非常漂亮的男的 成为一线男演员的 你去数一线男演员 基本上长得 汤格尔斯也是属于偶像 汤格尔斯已经算是非常偶像 但是他个子也不高 对不对 唯一一个比较漂亮的 就是后来他演了一个 什么Texas卖药 帮人家医艾滋病的 自己瘦成了鬼一样 才得了一个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之前他演亮仔一路都没有 小林也是 欧洲也是 你看法国最大的明星 以前是那个大鼻子 那谈不上很好看吧 西班牙最大的明星 这个这个老远反派的 对不对 偏偏就是韩国跟日本 就是出现这个 我觉得 东亚 东亚 小牧你对这个事怎么理解 因为我自己儿子经历过 所以当他在NHK 做完节目以后 他到底是继续跳舞 做艺人 还是去读大学 去参加工作 这一点我跟他妈妈 是完全不同的道理 所以实际上日本 他刚才说他是17个人 17个都有名对不对 但日本是全民去报名的 从小学开始 但是一个 如果刚才 徐老师问的那个问题 100个里面 有两三个人能真正出名 那已经很了不处 但如果是被 杰尼斯这种公司 找到了你 有30个人里面 那15个人出名 那是肯定的 因为他开始是有点 对 那就不一样 那就经济公司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 我们韩少爷 存在这个问题 对吧 从小鲜肉开始 你怎么样与时俱进的 在持之以恒的 保留以前的粉丝 再加新粉丝 你不能老是鲜肉 对不对 你要演员 所以日本很多有名的 包括 包括杰尼斯出来的 很多会主持 嘴巴讲得溜溜的 学习了很多东西 脑子里面进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样 真的会砍 所以红柏歌星大会 全是他们的演员在主持 不是你是专业的 所以当演员 演电影 演电视剧 当演员 那50岁还不结婚 就为了粉丝 所以这些 他们很努力的 韩庚也是考虑到 将来结婚的问题 我还好 不会去探取避讳 我要该结婚 我就结婚 你当时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特别别扭 就是他这个 打造你的这个要求 对你所有的要求 你还是选择 我就服从 这对我有好处 先是服从 就是刚开始 你得去听他们的话 乖乖地去训练 把你打造以后 但是确实你 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人 突然有那么多的一些粉丝 或者突然有一些 那么多的商店事 会有一些不行 因为你 你没有生活 你去哪里 你都不方便 对 慢慢慢慢 这些东西你就接受了 我能相信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韩国那个地方生存 其实跟日本一样的 我倒不是想教我自己 他作为一个艺人 又不是母语 又不是韩语 对不对 跑到一个国家 在那个环境 所以他不愿意 让他慢慢去看 就可以可想而知 就是你就是本国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艺人 训练都是很残酷的 韩国也是这样 打人 骂人 所以也会的 我听说韩国这个练习生 有的还打呢 打如果我们的 以前的一个声乐老师 那时候我们那个 很多人就是 站一排 然后就开始唱 如果唱得不好 然后觉得屁股 就是打一屁股 真打 你给打过吗 我也被打过 我是很厉害的 对 男的还好一点 女的 你稍微 真的成了大人以后 饭局 酒局 必须去的 我在韩国我就经历过 我带着日本的 一流的设计师 是吧 我们跟韩国一流设计师 去沟通的时候 那叫模特 艺人 全来陪的 这是他工作 所以不是前些年 韩国有一个 有女艺人 什么自杀的 最后爆出来 就是因为要陪着 经济公司的大佬们 去陪酒 是吧 这么说 但还好我们 没有 男的还好 男的还好 其实呢 这也是由来已久 也是传统 中国过去 黎原子弟啊 也都是要吃很多 皮肉自苦的 他不同的是 黎原子弟 最后练出来是 我们看来是真功夫 你成为一个 你这个传统里边 是一个传承 而偶像呢 它是包装的成分多 这个才是不同 人设 人设 我以前在学习舞蹈 文化工业 对 学习舞蹈的时候 也是像 像薛老说 是那个黎原的那种 也是打 也打 对对对对 我们在踢腿时候 去练舞蹈踢腿 他拿不得这样 他而且很理直气壮的 否则我为了你好 否则你做什么 这个有些行业很特殊 据说这个就是小孩练跳舞啊 他有些时候就得打 比如说什么下叉的时候 他就是一屁股去做你啊 老是扳腿 他不那样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你对于这种黎原啊 跳芭蕾啊 这种强行的训练 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能够理解 可是你为了做偶像 偷手才会打 我这个就觉得 这个有点 你像你说这个做偶像 他除了这些跳舞啊 唱歌啊 这些训练之外 你要为了这个做偶像 还要有些什么 就很多 很多的清规戒律 是不是 很多 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话 采访 比如说我们人比较多 谁回答什么问题 谁回答什么问题 你只回答这个问题 这都是分好的 分好的 你当时负责回答什么问题 感情问题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说什么 哎呦真是 我觉得我上次在那个YouTube上 看见一段 他那个当时在那 他就是说韩语 我就感觉到挺不容易的 他那个组合 别的都是韩国孩子 他呢 笨直呵呵的就得学这个话 但是他有一个 他靠这舞蹈把他们给震了 我看你们那节目 就是说 说哎 这个什么 原来是学中央 那没什么 学民族舞的 说你来跟我们来来 哗 他给他们来一个藏族舞 把那帮韩国人看啥了 然后就说再来一个 来个苗族舞 哗 打着旋子给他们跳一个 哎 那我看把他们给震了 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还是专业出身吧 但是徐老师 你刚才讲的这个 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东亚呀 他这个偶像工业 或者说这个 这个培养的这个小鲜肉啊 是好孩子的形象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很 你要讲深了 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 在西方 好莱坞啊 他有一种形象 叫bad boy 就坏孩子 坏孩子 坏孩子 你看 反叛型的 你要再讲深了 你比如说 你看西方人讲啊 人之初性本恶 对吧 他们就觉得 人是可以有恶的一面的 对吧 但是你看东方的 尤其是你看韩国 就是中国的儒 儒教嘛 这都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们曾经觉得 你要有些人会觉得 说这孩子这么教育出来 都是像被机器流水线上 制造出来的偶像 产品 产品 对 人的个性在哪里 可是呢 也有另一些人认为 就是说 假如他们作为 中学生的偶像的话 那么 某种程度上 打造出来 这么一批乖孩子 他们 在懂礼貌 见到长辈 很尊重 见到粉丝 很友好 你觉得他是 非常受约束吧 可是 好像从某种 社会的角度上说 孩子们有这么一个 好孩子 或者乖孩子的榜样 他是什么坏事 表面是心灵鸡汤 实际上是毒药 因为他们很崇拜 这些人的形象 但是他们很快 就会在八卦杂志 在什么地方 知道了他们的 知道了他们的真实 就怕崩塌 所以呢 那些年轻人 你说学这种偶像 长大以后 等他一独立思考的时候 这就表面心灵鸡汤 实际上毒药 其实他还有一两面的东西 他也就像薛老师说 也有是毒药 也有可能就说 你打造出来这个艺人 他有影响力 比如说在公益上 你觉得你每年 对啊 每年很多的粉丝 你带领他们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你每年你看到一些照片啊 或者 其实你也是觉得是比较有 不是 等到他长大了 这些粉丝以后长大了 他留下来的是当初自己 年少时候的浪漫的情绪 这是我少年时候的偶像 他不会记得这个偶像 曾经这么孝敬父母啊 无奖四美啊 宣传什么世界和平啊 这些东西他后来都知道 这些不重要的 但是他保留的记忆是 他年轻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那么痴迷 把他的画像贴到整个房间 做一些可笑的事情 做一些可笑的事情 还有一条很重要 就这个你刚才讲 这个小鲜肉文化啊 虽然它是亚洲的一个特产 中国也受影响嘛 但它其实随着历史在变化的 我给你最简单的概括啊 在六十年代 甚至更早的时候 中国的一流的演员啊 很多都是亮仔 就非常漂亮 你能数的啊 赵丹了 孙道林了 王兴刚了 什么 就是这一类 就是 就八十年代的时候 小鲜肉是唐国强啊 对 但你听我说下去 到了八十年代啊 这个形象就被 破棄了 那个时候整个一个 这个审美的潮流啊 就是反这种奶油小生 高昌剑出来了 对了 就是这个日本演员高昌剑 所以在八十年代 他叫生的好 你要是现在你这个长相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你看唐国强就演了个小花 后来还得转型 那个时候你看 就姜文他们才是吃香的 整个八十年代的明星里边 就按今天标准 讲的小鲜肉 屈指可数 整个社会崇拜的这种 我们讲 学海明威胸口贴甲毛的那种 就是要搬裤 就那个整个八十年代这样 但是转到了新世纪以后 小鲜肉重新吃香了 九十年代就是偶像了 对 就是偶像出来了 就是文化工业商品化 主旋律退下去了 但我不知道 你像韩国他做的这种 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偶像啊 他强调不强调 所谓传统上讲的男性气质 男子汉气 这恰恰像法 他们有很多就是花没男 这东西真是有时候 又令我叹为观止 我那就是 我第一次见着这个啊 就是在一个 这个国内的一个机场 我到今天也弄不清 那是哪个明星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进机场 我说哎这是出现什么事件了 半个机场大厅 都是这个女孩子 没见到几个男孩子 我问那里多少人呢 我也不知道几百上千呢 半个机场大厅 然后说等谁呢 等他们的一个偶像 后来呢 正好这偶像 跟我做同一个航班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从头到尾 不知道这是哪个偶像呢 哗来了一拨人 这个人呢 这戴着黑口罩 握镜戴着偷偷 你完全看不见他呀 我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就在那 check in 办这个登机手续 哎我发现他们 自有他们的这个 这个玩法 但是 哎女孩子们也很有秩序 也没有说上去 怎么怎么着 就哈哈哈哈 就这样的 然后呢 好像是有一个代表 这个代表呢 牵了一根 恨不能有一百米长的红绳 就是这些女孩子 也没有破坏机场秩序啊 一头拉在这些女孩子 方振的这手里 一头呢 他可能就跟他的经纪人 有这种接下 然后就说 哎安排好的 然后这个 这个偶像呢 就把这绳抓住 我说这叫一线牵了 哈哈 这一百米 还有这 对 他就抓着 抓着 最后呢 他也很酷酷的啊 就招个手 就进去了 进去了那身不能再牵着了 人家机场的安检也不让 对吧 然后呢 飞机飞上去 哈哈 绳一发 一撒手 这个 这女孩子开始唱起来了 不是 唱 唱什么呢 就是 前年等一回 哈哈哈哈 等你回来呀 就那意思就是说 等你 怎么能听 当然是我了 哎 飞机 他就坐我后边 你知道吗 我说这是谁这么火呀 谁呀 我就 我不知道啊 就蒙着脸呢 这是 对 这有多大成分是经纪公司策划的 他刚才讲的这个理念 还是完全自发的 就是 我觉得像 就是热情 哎 你 你 你当年碰到的粉丝能到什么规模 我估计不会小于这吧 也差不多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出机场 真的很难出机场 那个时候呢 就给你帮我